华林施工所在暑假期间开办了原住民族竹语夏令营 市长魏家贤也特别前往了玉山神学院会馆 探视小朋友的学习现况 他表示一连四天的课程安排 全程是以竹语课程来教学 同时借由水域和原舞者文化体验的活动 部落访查等等 希望能够建立小朋友 对多元族群有正确认识的价值观 小朋友手拉着手踏出整齐步伐 迎唱传统的原民歌谣 这是在暑假期间 华林市工所办理的原住民族语夏令营 小朋友在老师带领下建立团队规范后 除了学习以阿妹族语介绍自己 同时还做族语短歌练唱 看到小朋友充满活力的表现 市长魏家贤也给予高度肯定 那这次是华林市工所第三年度来办理夏令营的部分 那我们这次也看到一些孩子们 也谢谢家长新任华林市工所 那我们这次也跟玉山神学院做相关的链接 还有原舞者 那还有非常多知名的部落跟老师来做合作 那让透过活动的方式让孩子了解到 在族群生活过去祖先的老祖宗的智慧 那还有一些语言舞蹈的部分 能够让孩子激起学习的欲望 更让未来回去部落之后 还有我们回到家里面以后 持续能够学习族羽 这是我们办理夏令营的一个主要目的 那未来华林市工所 会持续的开相关的课程 让更多的 不论是大朋友也好 小朋友也好 都能够持续来学习族群之间的文化 原住民族羽夏令营 从8月6号起至8月9号 一连举办四天 造成学员从国小二年级到六年级 总共有22人报名参加 市长魏家贤 7号下午也特别协同原型课 代理课长陈彦平 前往探视小朋友的学习状况 并且颁证感谢状给 原舞者文化艺术基金会 感谢他们在夏令营课程上的专业指导 市长魏家贤表示 即使将主语融入在生活当中 就是最佳的学习途径 因此事工所就特别透过夏令营的办理 希望小朋友能在生活体验当中 认识到自己的文化 也能够传承祖先所留下来的智慧 长大后承接起部落的重则大任 记者徐立青受风箱报导